大家好 我们周围这些大树 大部分都是在种之前好好规划过的 然后就把这棵树种在这里了 然后有一些它不是 它是杂草来的 但是一直都没有控制它 一直都没有管它 它就长得超级大 所以说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棵巴西胡椒树 也长成棵参天大树了 这棵树也是个入侵植物 就是说它结了种之后 那个种会到处飞 然后散播着到处都是 像这么大一棵树就很难控制它了 把它砍了成本也很高 所以说这只能留着它 如果大家家里你发现这种树的苗 就在小苗的时候注意把它给除了 你拽了它片叶子来 你是能闻到它胡椒的香味 然后它结了种之后 那个种子也是胡椒味 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容易去判断的 那已经长了没办法对吧 如果家里有小苗飘过去正在长 那咱们还是要认识它 然后把它拔了 当然除了这个植物之外呢 还有其余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杂草 就是杂树 它会到处散播的 这个呢大家尽量认识是吧 咱们上回讲的金银花 有的是大家非常熟悉非常喜欢的 但是跑到新西兰来呢 反而变成了若亲植物 所以说这些东西啊 大家了解 然后别让它在自己花园里边长 不然的话呢 接下来就会造成非常多麻 非常多麻烦 浪费非常多人力无力财力 就是去处理它们 而且会越来越多 谢谢大家